帝库软禁了原非江源 拽着庆都回了南千宫 庆都见帝库气得脸色铁青 呼呼之喘 吓得没敢说什么 不过心里琢磨 看来这宫中水太深了 是是非非太乱了 我怎么办 等见了师父女丑再说 简断接说 当天晚上帝库就住在了南千宫 夫妻二人久憋重逢 圣寺新婚 转过天来 帝库就借口公事繁忙 他走了 庆都想 我真得查一查 刺杀我的杀手 到底是不是北昆宫的原非 不能冤枉好人 更不能放凶手 想到这儿 他把宫女挨个点名熟悉了一番 然后又把南千宫的卫士长 宽侯找来了 宽侯建立已毙 庆都问 宽侯啊 你在宫中多少年了 灰娘娘已经五年了 哦 五年了 以前就在这个宫吗 没有 这个宫啊 一直是空着 末将以前是跟西侃宫卫士长 祥光将军 在他手下当副将 您入宫了 这里有主人了 于是我被提升为南千宫的卫士长了 哦 如此说来 我还得祝贺你呢 哎呀 这是托娘娘的福 昆将军 我是初来乍到 对宫里的情况不太熟悉 你能给我介绍一下吗 娘娘甭客气 末将 有问 必答 嗨 也没什么问的 就是你给我介绍一下 这里的情况 呃 好 娘娘 宫里大致分五个宫 就是五个区 分别是中土宫 北坤宫 西侃宫 南千宫 和东离宫 陛下朝政 在中土宫 有伯胡等四将 负责首位 原妃娘娘居 北坤宫 卫士长 叫江明 次妃居 西侃宫 卫士长 降光 次妃娘娘居 东离宫 卫士长 叫宽宫 那是我的哥哥 您这里的安全 就由末将负责 哦 宽将军 你夸的铜剑 可是 卫士专配的兵器吗 是 能让我看看吗 当然可以了 昆侯 解下铜剑 双手 呈给了庆都 庆都 接过来仔细看 这把铜剑 跟刺杀自己的杀手 所拿的是一般味儿 只不过这剑柄上 住的是三道横杠 这三道横杠 是福西八卦的前三连 这是个前卦 清度问 每个宫的卫士 所配铜剑 都是统一制式吗 是 都是统一的 这样便于损坏了更换 只不过 每个宫的兵器 都有本宫标志 比如说咱们南千宫的剑柄上 是三个横杠 前卦的标志 北坤宫 是 坤卦标志 中土宫的剑 住的是 北斗七星 哦 那么美宫卫士 数量是一样吗 不一样 中土宫多 两百名卫士 北坤宫一百名 其余三个宫 都是五十名 那也就是说 都有五十把剑 不 除了卫士 每人配一把以外 每个宫 还有自己的 兵器库 里边还存放 五十把左右铜剑 以备更换 那兵器库 可有人看守 有啊 日夜值班 六八岛 一班两个人 哦 那如果要换剑 怎么能从库里取出来呢 哎呀 那就难了 有各宫的卫士长 向伯虎将军 上书请求 伯虎将军 批准后 下发令件 方能开库 按批量数字 更换武器 没有伯虎将军 批准 守库士兵 不能随意放人 进入伪令者斩 哦 是这样啊 宫将军啊 你能带我看看咱们 南千宫的兵器库吗 呃 可以 不过 只能在外边看 不能进去 可以啊 我不会进去的 那好 咱们走吧 头前带路 昆侯带路 庆都跟随 很快来到 南千宫的兵器库外 庆都一看 兵器库 仅靠 南千宫的西墙 规模不大 也就是一间房子大小 但是整体建筑 都是用青石 砌成 比一般的宫殿还坚固呢 有门 无窗 门口站里两个值班士兵 庆都来了 两个人连眼皮都不眨 好像庆都不存在似的 昆侯介绍 这也是规矩 兵器库的卫兵 不需要 和其他人建立 哦 庆都又往兵器库 后边瞧瞧 哎 好像背靠兵器库的 也是一座 同样的建筑 只是在 宫墙的外边而已 宽将军啊 兵器库 后边是什么建筑啊 回娘娘话 那是西侃宫的兵器库 啊 南千宫跟西侃宫 两个宫兵器库 是背靠背 啊 是 我忘了说了 除了中土宫外 其他四宫兵器库 都是统一规模 而且北坤宫和东黎宫兵器库 背靠背建的 南千宫和西侃宫 也是背靠背建的 哦 原来如此 庆都点了点头 好了 宽将军 谢谢您了 您还有事吗 没别的事 不过 请派一个卫士 去大祭司府上 请大祭司女丑入宫 她是我的老师 我想见见她 是 宽侯领命走了 庆都回到宫中 一直等到下午快天黑了 才等来了女丑 二人一见面 庆都大吃一惊啊 怎么 短短两年未见 师父女丑好像老了十多岁 皱纹堆垒 虚发洁白 背也驮了 腰也弯了 怎么成这样了 师父啊 你生病了 哎 没有 女丑打个嗨声 她一看 宫内没有别人 这才说 清都啊 你来得太好了 现在华夏朝廷 局势不妙啊 自打陛下 迎娶了东夷的长夷 就像换个人一样 不理朝政 整日寻欢作乐 这两年周边一些部落 蠢蠢欲动 有的 胜至于要举起刀兵 仰看天下不稳 为师虽然身为大祭司 但现在是手中无权啊 陛下重用东夷的贤黑 做了大司月 掌管华夏礼月 兼占卜天象之职 为师等于被架空了 所以只好脱兵不朝 这种局势若再发展下去 华夏前途堪忧啊 所以为师让你主动入宫 也是希望你成为一股清流 在这浑浊的局势里 为华夏冲出一条明路来 老师的一片苦心我都明白 现在看起来有人不希望我来 我听说了 有人在博都不远的黑松林 要刺杀你 分明是博都某种势力所为 不错 杀手遗留的铜剑 来自北坤宫 啊 女仇一惊 什么 你说是原妃娘娘 嗯 不可能 原妃为何杀你啊 是啊 我今天把师父找来 正是因为此事 昨天是这么这么回事情 清都就把昨天自己 在北坤宫所见所闻 给女丑说了一遍 要这么说 原妃被软禁了 是啊 因为我对博都行事不清楚 这才请师父帮着点拨 哦 这招啊 可够损的 师父 你说 是不是原妃所为呢 肯定不是 应该是另有其人呢 这是栽赃嫁祸 把你母子杀死的路上 再栽赃给原妃 最好的结果是 你母子死在半道上 还能栽赃给原妃 要了原妃的性命 这招叫一尸二鸟 一箭双雕 那你说这谁干呢 哎 不难猜 死亡害你们双方 最后得利者 有两个人 一个是次妃减敌 一个是次妃长仪 次妃减敌 身体不好 性情淡漠 与世无争 也不得陛下恩宠 久居西侃功 几乎从不露面 即便是他想争宠 也不会打击你 因为你还没入宫呢 又不得宠 只剩下长仪了 长仪这个人 面若桃李 心如蛇蝎 从东一而来 是当前陛下 最宠性的妃子 他的儿子 谢 也是陛下 最喜爱的儿子 但可惜 是长子 不是嫡子 后继 是职最大的竞争对手 打击原非 就是打击后继 你这两年 在北疆 势力很大 打击你也是应该的 所以老夫看来 这件事 十有八九事 长仪所为 哦 赵师傅这样分析 倒是有几分道理 不过 现在没有任何证据 指向长仪 倒是所有的证据 都对北昆宫不利 现在 原非娘娘被软禁 我是否应该想办法 救救原非 找机会跟陛下说说呢 哎 不行 一动 不如一进 你刚刚入宫 立足未稳 不要过早地 卷入是非之中 原非虽然被软禁 但未尝不是好事 起码他 暂时安全 原非性情刚烈 和陛下夫妻不和 非一日之寒 现在你若去圈陛下 反会使陛下反感 你现在不要动 静观其变为好 庆都听完把头点了点 谨遵师父教诲 哎 清都啊 以后我不能常进宫 现在陛下多疑 我之所以给稿父写信 不给你写 也是这个原因 陛下担心 后宫与大臣们相互勾结 这是对的 但他又恰恰对长仪 和西俗 西仲 他们勾结视而不见 这是我最担心的 你要多防备长仪 多关注冬仪 说完 急匆匆的走了 庆都望着屋顶 半天没说话 心想 不入宫前判入宫 真的入宫了 哎 哪有在一七步 自由安全呢 从此庆都加了一把 二十个小信 在宫中 抚养小放勋 几乎不问正事 两月后 庆都发现自己又怀孕了 地库知道消息 哎呀 高兴啊 你看 从打和庆都成亲后 自己的生育能力大爆炸 几个妃子频频怀孕 长一眼看 要生第二胎了 庆都又怀上了 叫宫中巫医 精心照料 庆都更高兴了 再生一个 给儿子放勋作伴啊 可有人不高兴 谁呀 长一呀 哟 这个庆都真是我的冤家对头 我生两个 他要跟着生 气死我了 嗯 我再给地库生一弟子 这样我的地位就更稳了 但是 男孩不是你想生就生的 又过两月 长一产下一个女孩 长一觉得特别失望 但地库高兴 因为他现在有四个儿子 不稀罕了 想闺女啊 一看长一生这个孩子 太可爱了 生下就粉嘟嘟的 不像一般孩子浑身发红 哎呦 这孩子眉清目秀 一看就是个美人披子 长一说 陛下 你给女儿起个名吧 地库想了想 哎呀 你生个女儿 为了纪念 她的名字里 也带个肠子吧 就叫嫦娥 你看怎么样 嫦娥 好名字好名字 这孩子长大了 一定漂亮 哎 有你这娘 她能不漂亮吗 地库高兴 对长一就更加恩宠了 就在这儿 又出事了 博渡一带 突然出现了瘟疫 就是恶性流行性 传染病 什么病 那个年头没名 估计就是什么 非典啊 侵流感之类的 传染性极强 得病之后 人们高烧腹泻 咳嗦喘 用不了三天准玩完 传染的速度很快 按照以前宫廷里 专门有疾病防控的机构 我们现在叫疾控中心 当时叫避温间 归大祭司掌管 要是接到疫情后 就会立刻上报共主 根据疫情轻重 做出针对性防控措施 这种工作是最急最重的 和病魔赛跑 可是出问题了 因为这两年呢 大祭司女丑受排挤 告休在家 以前大祭司的工作 都交给了大司乐 闲黑 你记得大司乐 懂得音乐 真有本事吗 有啊 在音乐方面 可以说是当时的专家 在溜须拍马方面 也可以说是当时的顶尖高手 对一般的祭祀 跳大神的巫术 他也算内行 但在医学方面 他就不太灵了 疫情出现后 不断有情报报道 闲黑处 由于闲黑对医学不专业 面对疫情没往心里去 心说 哪年春秋两季 不流行点小感冒啊 不算啥 没有及时采取措施 去控制他 耽误了防控时间 结果让这疫情 蔓延开来 不出几日 说博都周围啊 很多部落和村庄 都有了病人 而且死人了 这下 闲黑意识到 事态严重 按说疫情是大事 这么严重 得上报朝廷啊 可惜闲黑没怎么做 他意识到 疫情加重 是自己前阶段给耽误了 这项帝库报告 要承担责任 为了保住自己官职 不能报告 那怎么办 赶紧把疫情压下去 然后再报告不迟 这闲黑又错走了一步 他忙活着组织 巫医队 让这些人赶紧下到地方 跳绳 设计 看病 施药 在当时啊 医乌尚未分家 所以 巫师就是医生 医生也会巫术 闲黑组织 这个医乌队 应该是当时最高水平的 相当于后世说的 御医技术能不好吗 可惜啊 原来的巫医队伍水平高 那是归女丑管 现在不行了 因为闲黑到任后 听了长仪的命令 逐步把过去大祭司的人 一一清除 开的开 碾的碾 迫害的迫害 总之基本都给赶走了 然后换上自己人了 对巫医队进行一次大洗牌 为了尽快换成自己人 先考虑是否对我忠不忠 不是说你的医术高低 这样一来 宫廷乌医整体水平和原来相比 可谓天壤之别 六学拍马一个赛一个 真正看病那就不成了 平时滥鱼充数 还可以到了真事上 把这人派下去 不但不能给人看病 反倒是借此机会 敲诈 勒索百姓 你家得病了 陪着 没看我这边病号这么多吗 等不及呀 那先让我给你们家看呢 可以呀 拿红包吧 那个年头有红包吗 没有 就这个意思 向病号要东西 谁要不拿东西 那巫医就不去 你想 那人的什么样啊 有的根本就不会治病 跳大神 跳大神能行吗 废话 要管用 以后哪会有医学的发展 都跳大神呗 这样一来 把疫情给耽误了 几步错期下来 本来可控的疫情 实控了 瘟疫 大爆发呀 王王爷感染 就是一个村庄 一个部落 成堆成堆死人 疫情渐渐 蔓延到了博都 大思月 闲黑 谁再也掩盖不住了 就在这阵 朝中的大臣 巴元 大吃一惊啊 想找 帝库禀报 无奈 帝库整日 沉浸在东立宫 一个月 没有上朝 怎么办 巴元的四位 文官一商量 不能再等了 得敲井 阳中 干嘛 这是最高预警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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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声一响 正没有万分火急的事情 帝库在东立宫 听见钟声吓了一跳 啊 出大事了 我得看看 他赶紧来到朝堂 终于声嘲了 哎呀 个外清 发生什么事情了 伯愤赶紧跪到 启奏陛下 伯都周围 疫情爆发 目前就连伯都城中 也有人感染 温病 情况十分紧急 不知陛下 可曾知晓 什么 帝库一直在东立宫 根本不外出 他上哪知道啊 文庭也是大吃一惊啊 什么 爆发瘟疫了 我怎么一点不到 哎呀 众位清家 这可如何是好 我认为帅强的 帅人 小伙伴 冷宫 我认为帅人 宫 警告 我认为帅人 红 别人 冬 我认为帅人